好 各位朋友們 我們現在終於要到了那個 2023年的CES展 現在十點整喔 開放的路口 你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現在開始往前走 人很多喔 剛剛呢 我同事呢 宜芳 他還說人這麼多會不會危險 就告訴他 或許吧 那今年呢 感覺上 比我二年前那次來 人少非常非常的多喔 二年前記得 我那時候光在那個飯店門口 在等計程車的時候 就大排長龍了 所以大概排了可能有半個小時至久 後來才趕上計程車 然後來這邊 然後一路上都是堵塞的 那剛剛我們在飯店呢 一出來就搭到計程車也不用等 然後一路上呢也沒什麼車 很快就到這邊 非常的順利喔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人真的這樣子 很開心 今年的CES展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電動車 電動車呢 其實那個 有非常大的一個發展 也是有很大的一個展示 那也往往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人的目光 我們今天已經看到 非常多的這個電動的這個車子喔 在這個裡頭 但裡頭大部分喔 我覺得都是大同小異 它在裡頭還有許多的一個螢幕 但是我在想 如果真正量產的時候呢 裡面應該是不會有這些螢幕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喔 電動車 尤其這種結合無人 無人駕駛的這個車子 這時代已經來臨了 這台最新的未來車 我們在現場呢 都搞不懂應該要怎麼樣進去 然後看起來這應該是門吧 可是人不就是要用爬的爬進去嗎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屁股呢 然後各位 你現在看到的這台呢 它也是一台電動無人駕駛的自行車 那它這台的概念 它是一個應該是巴士吧 一個巴士 所以它裡面呢 可以站得起來 這台真的是超可愛超漂亮的